賴清德 湘美琴 他們別在胸口以後詢問度大增 詢問度大增 Q版的貓狗揮章 真是亮相 真的超級卡哇伊 賴清德 吉正文廷 軍選總部 軍事開賣 民眾已經等不及 這幾天 軍選總部接到不少詢問電話 那這一次我們出的主要是 基隆第一個是代表著我們 對於愛護動物這樣一個理念 貓派 狗派 挺台派 那是由我們賴清德 賴總統 湘美琴 賴清德總統在選委會登記的時候 所給的徽章 那因為其實包括我 包括我們很多技術幹部 家裡也都有養貓小孩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對於這樣的徽章 也是愛不釋手 那講一個小秘密 自從這個貓狗徽章爆紅之後 因為全台的產量不及 那辦公室的電話是接到手軟 我們辦公室的這個志工說 他最近接到電話都是來問徽章的 不是來說要幫忙拉票的 然後就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代表這個東西是非常的熱門的 另一個很夯的競選小物 是撐基隆雨傘搭配挺台灣 和相關一項的防水貼紙 自己動手貼在雨傘上 象徵民主自由 靠自己撐起來 基隆多雨 這個是很適合大家帶在身上 那剛好出門帶著雨傘 又可以貼上我們的這個logo 讓大家提醒大家選隊的人走隊的路 一起來挺台灣 撐起基隆 撐起台灣 希望我們從台灣頭 一起撐起台灣的民主自由 對於基隆多雨的地形 所以我們基隆市的競選總部 也特別針對基隆多雨的天氣 也推出了我們的稱基隆挺台灣雨傘 那這樣一個挺台灣雨傘 我們除了是用透明的方式 讓大家過馬路或者下雨之後 視線看得比較清楚之外 所以我們特別推行透明的雨傘之外 第二個就是我們把相關的意象 用防水貼紙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手動DIY 貼在你的這個雨傘上面 你希望怎麼做 你要貼兩個五個十個 隨便你讓你自己來自己DIY 那我覺得它象徵著我們基隆的城市特色 那同樣的也將我們的理念 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我們也歡迎各位好朋友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來我們信任總部購買 那當然最重要的我們的這些活動 在這個禮拜的六日 有另外神秘嘉賓 會來到我們基隆 來給我們支持 尤其是星期天 會有重要的神秘嘉賓 來到我們基隆的競選總部 聽台灣 聽台灣 一組有八張貼紙和一把雨傘 募款兩百元 選戰進入倒數 競選小屋開賣先引起了熱烈討論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平安貼自家 沈耿 為似佳 吉羊 馬上